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GL53 這一批車的變速箱的系統 怎麼樣做簡單的測試 那相關於這種GL引擎 我上次有介紹過的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GL53的變速箱 我們在發動的時候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稍微教給大家知道 在測試前我們來講解一下GL系列的變速箱 通常都是有一組前進後退檔 再來一組 H跟L的高低速檔 再來就是這邊的 主變速的一到八檔 序列式的 那以GL53的這個車來講 我們這邊有畫一個圖 它的腳踩就有一組濕式的離合器 在這個儀表板正下方的變速箱 有一支濕式的離合器 再來就是還有一組八速的離合器 就是這個一到八檔 一個八速的離合器組 一組離合器 那再來是現在這53的車 53上去 就是53、530、600的車 它的PTO 就是後面那個PTO傳動 是用 是用撥桿撥的 就是用撥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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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是 的離合器組 那個就是 引擎過來 就是會經過腳踩的離合器 啊 那因為我們這一組 一般GL53以下的車型 就是 for6 和32 外匯車的二十幾碼 它都是乾式的離合器組 那當然那種消磨 比較沒消磨就頂多離合器 跟離合器片離合器壓板換掉 那這一組四式離合器呢 它就是有一個離合器骨跟離合器片 那個換起來的話 比較比較貴 那這個怎麼測試呢 很簡單就是說 我現在還先不要把東西點很吵 簡單來說呢 我們就是所有的路檔之後呢 我們腳踩它的離合器踩到底 車子是可以完全的停止 可以完全的停止 才算是正常 如果你踩到底了 擋都錄下去前進後退 一到八擋跟HL都有錄擋了 可是 那個車不太會停 還是會微微的移動 踩煞車 它就完全踢下來 你不踩煞車它不會停 那我簡單的說它的腳踩離合器的骨 離合器的它那個換功啊 是有 有受損 那個 我們講的是有 有砍勾進去的狀況 那你建議說如果 這個車有這個狀況的話 那您 就要考慮一下說 硬要不要買 因為它一定要拆成兩截 那一組大概花起來 要一兩萬塊跑不掉啦 就是 原則上我也不要收多少錢 一定破萬 它那個 它的離合器 離合器的骨 大概要花這個錢 好 那我現在要發動測試給你看 第一組腳踩離合器的部分 然後我們前進後退錄檔 H H錄好 然後16 345678 隨便錄一個檔 我們讓車走 然後腳踩離合器踩下去 它是不是會完全停 好 完全停這個就算正常了 那當然 它還是可以做調整啦 那只是說 正常的情況下 如果已經 那個 它的那個拉桿 已經調整到緊繃了 確實腳踩已經覺得說已經有 有有有有有有一個壓力 你再讓離合器開跟脫離 可是車又卻是停不下來的話 那個車又是卻是停不下來的話 那個真的是要值得注意 踩下去是要完全停的 那不好的狀況是 它不會停 但是你踩離合器 踩煞車的時候 它停了 但是你煞車放掉它又走了 這個的話 那個離合器 只要踩離合器它那邊的部分 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